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导Azara Adams 译者 Nick Chen 问候 亲爱的一门 我们很高兴来与你连接 我们发送你来自泰勒斯之心最大程度的爱 利穆里亚文明在很久前就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 当利穆里亚和亚特兰蒂斯共存 两个文明 在某种程度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两个文明之中 光与黑暗的冲突 试图通过战争来解决 导致了两个文明的灭亡和沉默 没有一个胜利都输了 许多伟大的文明存在过这个星球上 都因为相同的原因陨落 贪婪和渴望控制别人 人类正处于永远打破这个循环的门槛 无论你在哪里 造物主的法则都在运转 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在经历一个强烈的体验 这是你步入扬声精通的机会 现在是去关注所有想法 感受 话语 行为 并转变到爱的时间 你的爱比世上的任何能量更加强大 一起 你们能够创造一个爱的海啸 吞噬任何较低的能量 爱是任何体验的唯一答案 当你与爱的频率连接 你就是与无比强大的神之频率连接 这是创造地球 宇宙和一切万有的频率 当你拥护这个强大的神之爱频率 你就在创造人间天堂 你不是来与神物入企图的能量接洽的 你是来创造一个强大的光之势头 吞噬所有较低的能量 把更高的维度带给这个世界 唯一的方式就是与更高维度的爱之频率连接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创造一个强大的势头 呼唤紫罗兰火焰来协助你 淹没地球 知晓 你不孤单 当你请求平和与和谐 你会收到来自扬升领域和更高领域的协助与支持 所以 前进 创造人间天堂 时间已经到来 我们祝贺你光的胜利 欢迎回家 我们发送你们大量的爱 你带上天使的翅膀 带来新地球 在心中知晓 你总是被你的天使 扬升大师指导 光之银和家人 还有泰勒斯的家人和朋友包围着 亲爱的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与你并肩行走 你被无可估量地爱着 我是你的兄长 泰勒斯的阿达玛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地心文明大祭司阿达玛答问 二 关于变得无所畏惧 传导 Sharon Stewart 译者 Nick Chen 当你意识到你创造着自己的整体现实 当你掌控它 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 我 嗨 阿达玛 你能向我们解释这句话吗 阿达玛 你好 可以的 这是真理 你害怕自己的现实或某个生活方面的原因 是因为 你无法掌控它们 你无法掌控它们的原因 是因为 你并未步入自己的力量 你依旧感觉像是一个受害者 外在的世人害怕自己的未来 他们害怕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不明白是他们创造了它 你谈论的几个恐惧 是黑暗存有经常用来骚扰你的 其中 一个是自恋的暴力的男人 你处于一个循环中 你一次又一次地 重复这个循环 继续吸引你害怕的会打你或踹你房门的男人 这是因为 你依旧让他们进入你的生活 在你的脑海中 我 醍醐灌顶 阿达玛 所以你明白了 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创造一个生活愿景 想象自己变得更瘦 更健康 更富有 身边有毒的人越来越少 你对如此多的东西是如此确信 你完全知道它们会发生 现在你必须完全知道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想象一个没有它们的生活 不会再有业力 正在外在发生的是你的恐惧在给黑暗存有活力 当你释放你的恐惧 你会释放掉黑暗存有 你谈论矩阵以及它如何派史密斯来折磨你 现在成为尼奥 与史密斯战斗 我 哈哈 阿达玛 当尼奥返回矩阵 他与史密斯战斗并消灭每一个来折磨他的史密斯 他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具有自我意识 你也就变得更加投入 奥菲斯试图告诉他他是谁 但他必须 就像你们所有人 学习去自我实现 成为尼奥 创造自己的时间线 忘记矩阵 他无法伤害你 除非你允许 让我们说每一次尼奥被矩阵迷住 这是因为 他把另一个负面的想法创造成了现实 然后他必须前往于史密斯 代表他所创造的负面现实 战斗 我不会再有业力是什么意思 阿达玛 你们的集体负面性已被转化成中性的 是的 地球人已经准备好扬升 我 我看到大量的人 依旧 在没有准备好扬升的方式中 行为阿达玛 我说地球人已经准备好扬升 我没说他们会扬升 人们会在学会了不再变得负面 不再创造幻象的时候扬升 你们的集体无意是已被转化成中立的状态 世人不再携带他们携带了很久的包裹 我 这很好 所以这真的是关于训练我们的头脑 阿达玛 是的 你在另一天注意到显化比起 以往更快地发生 我 是的 阿达玛 你思考一个做着令你厌烦之事的邻居 第二天晚上他就出现了 你跟他谈了谈 告诉他你的感受 他看起来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与这个史密斯战斗了 你不那么害怕他 但重点是 你想到了他 他第二天就来了 如果你没有在恐惧中思考他 他就不会出现 这是我要说的 你可以完全掌控你所吸引的 你只是没有意识到 这是人们中正在明白的 与其说清理旧的业力 他们在学习如何使用他们神圣的天赋 第一个规则 就是你创造你的现实 所以思考你想要拥有的美好事物 我听到了 你想要衣握 是的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存有 是不是 哈哈 我 是的 阿达玛 总是保持你的专注积极 不要思考矩阵如何骚扰你或他将会如何骚扰你 不要思考你不再想要面对的家人 否则他们就会出现 不要担心你不想要面对的事情会发生 否则他们会发生 你就必须面对他们 完全只专注于你想要的 而不是不想要的 我无法再强调了 不要招待你不想要的想法 因为你就会必须面对他们 你明白了吗 不要思考你害怕的或不希望发生的东西 因为这样你会创造他们 只思考你想要的 即使你必须一整天都思考一卧 那么这就是你必须做的 我好的阿达玛 当你遭遇不幸 你知道因为你不喜欢的东西开始发生 你知道你思考了你不想要的东西 因为它会在那里折磨你 现在你在看到你有更长的快乐时间 你可以去上班并照顾自己 这是因为你的头脑更加积极 不要专注于你不想要的 不要 如果你之前无法做到 现在去做 成为一个积极的思考者 总是为自己和他人追求最好的 完全为你的每一个想法负责 为你的每一个想法负责 因为他们都算数 你的头脑是你最好的朋友或最糟糕的敌人 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专注是一切 所以只专注于美好 你想要的 我 谢谢阿达玛 不客气 谢谢收听 感恩 祝福 感恩 资论 我想要的 谢谢阿达玛 伊wiv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